在咱们军队里,有这样一位传奇战士,他出身少林寺,参军后绰号和尚,他武艺高强,打仗时总忍不住要扛着大刀打头阵,因为他饭量特别大,还尤其爱喝酒,战友们都戏称他是花和尚,他还曾有过一位团长,以擅长剿匪闻名,这位少林高手,名字叫做许世勇。 大家好,我是南瓜,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三期视频,主角是上将许世勇。 1913年,湖北麻城县,一个路过的僧人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一群小孩打架,只见其中一个小孩手脚麻利,打得其他人毫无还手之力。 这个僧人越看越觉得,这孩子骨骼轻奇,就找到孩子的母亲说,这孩子天资甚高,我想说他为徒,带他上少林寺。 母亲问,跟你学功夫就是去做和尚吧,僧人微笑的是尽缘分。 母亲又问,跟着你,我儿有饭吃吗?杂粮,我儿能识字吗?能看佛经。 这个母亲想了想,家里孩子多,丈夫早就顽固了,现在事倒乱,如果儿子进少林寺能吃饱饭,认得字,还能学一门功夫,那真是天大的好运气。 母亲抱着儿子哭了一场,就让僧人带他上山了。 这个僧人,是少林寺的云游武僧林金子,这个被他说为关门弟子的孩子,就是许世友。 师父对许世友非常好,两个人情同父子,在少林寺八年时间,许世友刻苦习武,练成了寺中的高手。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许世友这个名字,大概会以少林寺某个高僧的身份,被写进书里了。 但很不巧的是,许世友的师父过世了,而且没过多久,家里又突然来信说,许世友的母亲病重了,碰到了这么大的变故,许世友再也没心思习武了,一心想要回家尽孝。 但是,按照少林寺的规矩,出家弟子想要出寺,就得凭武功和师兄弟们轮番过招,一路从大门打进,后门打出,俗称打出山门。 但为了母亲,许世友拼了。关于许世友的下山经过,有好几种说法,按传记和前军将军口述,许世友是提之少棒连闯三关,一举击败了少林助持妙心禅师,永不可当。 但也有人说,师兄弟们那天是有心成全许世友,比武时都留了三分礼。 眼看许世友成功了,妙心禅师才把自己存下的二十块大洋交给许世友,叮嘱他作为少林弟子,要用武功多行好事,切莫胡作非为。 结果,许世友刚到家几天,就碰到一个地主带着家庭上门围殴许世友的堂哥,想霸占他们的土地。 情急之下,许世友不得不动武打退了这伙人,但他的拳脚太厉害了,地主的小儿子和一个流氓被他当场打死。 于是,地主四处要找许世友报复,不耐之下,许世友就跑去参军避难,参加了吴佩福的部队,因为作战勇敢,当上了连长。 连长已经能指挥一百来号人了,但许世友待着是非常郁闷,因为当时部队有个私务长,仗着是团长的亲戚,不仅苛扣许世友部队的军粮,还抢抢民女,纵兵抢劫,人送外号惹不起。 许世友来当兵,就是为了不被地主欺负,结果不受地主的气,要受军阀的气,还亲眼看着那些和自己一样的穷酷百姓被这些兵痞欺负,许世友受不了。 恰好,吴佩福部队里有个叫傅孟贤的地下长,和许世友是老乡,一直很欣赏他,他感觉到了许世友的迷茫,于是主动找他喝酒。 在黄刚的一个小酒馆里,傅孟贤告诉许世友,除了军阀们之外,共产党也有一支队伍,他们的兵从不骚扰百姓,他们在我们老家办了农会,当初欺负你的地主都被他们收拾了。 许世友听傅孟贤的口气,就猜到了他的身份,傅老哥,我也是苦出身,早想参加红军了,你就直说怎么加入吧。 痛快,傅孟贤说,但我还是得告诉你,参加共产党要冒大风险,坐牢杀头都不稀奇,当军阀的兵也是死,干脆把命送给咱们泥腿的自己,杀头不过挽纳了罢,一言为定,一言为定。 主意一定,许世友和傅孟贤约定,后天晚上趁夜色出走,回家乡投奔红军。 出发当晚,许世友心想,自己反正要跑,何不把惹不起干掉,为百姓除害? 于是,许世友摸进银房,一刀砍翻了惹不起,随后骑上马,踏着夜色向家乡一路击齿,回乡路上的场景,让许世友也看得寒毛直立。 自从反动派宣布亲共后,从城里到乡下,土豪猎身,地主恶霸都在乱杀通共分子,以至于当地有人因为求婚不成,就给对方扣红帽子杀了。 而官府为了完成任务,对这些诬告也通通受理,街边经常能看到挂着的人头,河沟里泡着尸体,景象惨不忍睹。 等许世友赶回老家后,哥哥告诉许世友,趁许世友不在家,地主把他母亲关在了祠堂,想把老人家活活饿死,全靠亲戚朋友花钱通肉,才捡回了一条命。 后来,当地村民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建立了农民武装,可是大家不懂打仗,群龙无首,而那些被赶跑的地主,已经拉了军队,准备打回来了。 乡亲们都知道许世友武功高强,当过连长,就恳求他带着大家,把地主和军阀们打跑。 能力越大,责任越大,许世友一拍桌子,就这样当上了恶东游击队队长。 乡亲们没练过武,许世友就从少林刀法里总结出了三招简单实用地交给大家。 乡亲们缺兵器,他就选了细长的竹竿,把削尖的一头泡了猪血后,油炸,做成锋利的竹枪,当兵器。 东西齐了,可大伙没实战过,心里慌呀。 许世友一琢磨,干上课不行,得给大家做立体讲解,说走,我带兄弟们找敌人练练手,随机挑选一个受害者。 那么,是哪个坏蛋这么幸运呢? 当时,乡里有个恶霸,外号棚大头,是县里的警察,但背地里勾结土匪,敲诈勒索,家里藏了好几条枪。 乡亲们平日都躲着他走,有人问,咱们去了打不过咋办? 许世友满不在乎,这人我颠量过,本来我自己就能收拾他,大家跟我去开开眼,住个威就行,我负责砍他,你们负责喊666。 许世友跟大家布置了详细的作战计划,他先让乡亲们去摸清彭大头的活动轨迹和时间,在附近找好埋伏点,自己在路中间拦下彭大头,大家在一拥而上,把他和随同都干掉。 行动当天,许世友和几个同伴挑着柴拦在路上,彭大头一行路过时,许世友突然转胜,把他和几个随同按住,周围埋伏的人顿时一拥而上。 彭大头反应不慢,一看有人赶紧拔枪,但许世友的拳头更快,一拳震中彭大头灭门,枪也打飞了。 这一仗不仅大家没有上网,还夺了敌人好几条枪,队员们一下子信心就上来了。 相比其他将军,许世友带兵的风格非常特别,在很长时间里,他的游击队没有后援补给,没有上级联络,战士们也都是战场小白,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。 许世友硬是靠着自己强悍的战斗力,回回自己打头阵,从最土的长矛鸟枪起步,一点点靠战场缴获,把队伍拉扯成了精锐。 随着队伍不但壮大,许世友从连长,营长,一路打成了团长。 据战友回忆,别的战长身边都有警卫连,警卫牌,快马,四刀,步枪,冲锋枪都配齐。 许世友却常常只带一个班,人手一把伯克枪,一把钢刀,毕竟润武功,许世友就是全团最猛的。 每次打仗,许世友常常是端着两把手枪,扛着二十八斤大刀,站在前线,遇到战况僵尺,他就带头冲入敌阵,硬生生把敌军砍出一个大缺口。 而他的警卫班就跟在他后面帮忙,不带多余的装备。 豆腐店打员时,许世友的三十四团,面对蒋少长好几个团的进攻,打得极其激烈,双方几次进入肉搏战。 成庚去前线阵地的时候,看见许世友满脸满手都是血雾,一看就是抡了好几回大刀了。 成庚就问,怎么样啊,和尚,顶得住吗?许世友一手提刀,一手提想说,人在,阵地在。 有战友劝他,作为直战员,你别老是自己冲锋,但许世友在回忆里解释说,他带的部队很多时候都是新兵,打得又是硬掌,自己不带头上,谁伤? 当然,许世友也承认,有时候战局已经很稳了,他习武之人确实有点激扬,所以经常忍不住亲自下场滑满。 那会儿,红军办晚会的时候,战士们很喜欢让老总表演节目,唱歌老颂吹拉弹唱啥都有,一到许世友的队伍就比较厉害了,每次问战士们想看啥时,大家都会兴高采烈的喊,让许银长刷大刀,要看飞檐走壁,同志们刷一波火箭,啊不,同志们刷一波666,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少林刀法。 每到作战见习,许世友还喜欢背着他标志性地砍刀,来到根据地附近的乡里,问当地谁爱欺负人,他要路见木亭一声吼。 有天,路过一户茅草棚时,许世友看到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大娘,抱着四五岁的孩子在家门口痛哭,就赶紧上前打听情况。 原来,当地的国军有地方军和中央军,前几天遭央军路过时,看到大娘家有一口猪,当场就把猪拉出来,还把大娘的儿子绑去当装兵,扔下两个银员就走了。 听说大娘手上拿了两个银员后,一伙地方军就上门收剿匪捐,要抢这两个银员。 大娘无奈交钱,对方一看,这两个银员还是假的逼。 地方军一气之下把大娘关了好几天,好说歹说把人放出来以后,大娘家已经没有隔夜了。 战士们一听都气渣了,许世友当场爸爸,今天不去别的地方,先把附近那伙地方军收拾了。 问清道路后,许世友带着战士左右包抄,把村里那伙地方军全部消灭,从他们领头家抄出一筐大洋,还有大把的米面凉油腊肉分给了乡亲们。 有次在少侠巡视,许世友看到几个穿着绸布的男的,拽着一个衣服破破烂烂的小女孩,赶紧把他们拦下询问。 结果,这几个男的是村里的地主和家丁,他们找小女孩的父亲逼债不成,就把他抓来抵债,许世友一听就火了,先把小女孩送回家,然后绑着这几个强强小孩的人敲锣打鼓的当场游街。 时间久了,根据地谁都知道有个许大侠最好打包无凭,给穷人主持战役,正是知道许世友能力强,所以他总被派去打硬仗。 1934年7月,红军在川散边区和追兵发生激战,许世友接手的大面山阵地几次一手,红军战士弹药耗尽,大刀都砍得卷了刃,久攻不下,恼羞成怒的敌军调来了重炮,狂轰滥炸,战壕被炸平后,大家只能拿敌人的尸体堆起来挡子弹,子弹和武器用完了,大家就冲到尸体堆里打滚去捡,困得不行时,战士们就在死人堆里找烟绸提神,仅有的几发子弹一打完,就拔出大刀长矛, 甚至扁蛋和敌人肉搏,在这种环境下,许世友是带着大家硬是打了半个月,赢得非常艰苦,转眼到了1937年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在延安抗大学习的许世友接到命令,前往山东支援根据地的干部们,1941年,眼看没法快速占领中国,日本鬼子不仅加紧了攻势,还疯狂在各地培养汉奸,汉奸伪军和日本鬼子沆瀣一气,各大根据地的压力都很大,比如交通根据地指挥部所在的崖山, 就被伪军蔡金康部抢占了,许世友刚到郊东,就听说自己办公室被人抢了,直接就火了,决定拿蔡金康开刀了。 3月15日,许世友给大家开战前动员大会,也是他第一次在根据地量上,一到现场,许世友看到大家情绪低落,就把原来订的讲话稿收了起来,搞了临场发挥,他凌空一跃,跳上桌子,一声爆喝, 我来郊东只有三件事,打仗,打仗,还是打仗,我来这就是打硬仗的,太平我不来,我来不太平。 原本不少人是垂头丧心,结果背着一声吼给整惊上了,这时候许世友又说,投降派配合日军给我们找事儿,我们就打,把崖山夺回来。 随后,许世友又喊了一声,打,下面不少战士大受鼓舞,跟着一起喊,杀身震天。 当天开完会,许世友就点起兵马,带着大家兵分三路来了崖山,快速地把崖山周围的集合伪军切割开,然后上去就是一顿暴揍,完全不按常理出来。 经过三天的激战,蔡敬航就被许世友全歼了,打得久了,许世友打仗风格彪悍,连当地的日伪军都知道。 有次战斗中,许世友部队三名战士牺牲,许世友就对伪军放话,要他们交出八路军战士的遗体,否则后果自负。 结果对面指挥官一听是许世友喊话就怂了,赶紧派人把三名烈士的遗体给许世友送了回来。 不过,许世友虽然文化水平不高,打起仗来也很彪悍,但他绝不是莽撞一味蛮感。 每次打仗前,他都会花很长的时间看地图,把地图背到脑子里。 根据许世友的战友回忆说,许世友就是个活地图,他眼里的地图那就不是地图,真山真水一目了然。 有一次,作战参谋和一个向导在前面给部队带路,结果走了一段路,许世友突然说,路走错了。 作战参谋赶紧捶马去前面一看,果然错了,转弯转早了,到了解放战争期间,许世友打写仗来也是出了名的猛。 在莱坞战役中,为了快速断掉敌人的火力点,许世友部队的大炮,都是直接断到目标不远处,炮口直接对着目标红的,俗称大炮上刺刀。 济南战役时,蒋介石的爱将王耀武欺负解放军重武器不够,采取了个简单粗暴的打法,修了大量的明暗碉堡,还改造了城墙,就躲在攻势后面拖时间。 结果许世友比他更粗暴,你躲在城墙后面,我就拼命挖地道,工兵部队挖断了好多把铲,愣是把地道挖到了城墙脚下,时不时派兵过来洗药,这操作李云龙看了要鼓掌,山崎大队看了要崩溃。 济南战役打响后,王耀武成立有应急的预备队,打算哪边城墙被打的猛就去哪边救急,原本我军的计划是主攻西边,但是下达命令之后,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之却在给自己手下三个师长发命运的时候,悄悄把命令中的助攻改成了主攻,主动往自己肩膀上挑重弹。 师长们问,命令是不是下错了,聂凤之说,王耀武是名将,如果我们没守成规,很可能被他找到规律,防御自如,我们这么安排,就是要大家放开手脚打。 助攻变主攻,一字之差,带一不增兵,二不添枪,是要大家打出经济身,打乱王耀武的章法。 说完之后,聂凤之又把自己的想法请示许诗友,许诗友大手一挥,好,就这么打,东边一把刀,西边一把刀,戳烂他的五脏六腑。 果然,东西两线的猛攻,搞得敌人的机动部队两头打转,疲惫不堪。 由于许诗友这边打的勇猛,为各路部队拖住了敌人的步伐,我军在济南战役大获全胜。 蒋少长本以为济南可以固守三个月,甚至半年,接到电报后,他甚至派飞机在济南上空绕了一圈,才不得不接受现实。 死战过后,国军第一名将王耀武,也乖乖到功德林报道了。 一直到二十年后,但凡有人跟王耀武提到许诗友,他都会长叹一声,不堪回首,然后陷入长长的沉默。 解放后,在战场厮杀了大半辈子的许诗友,也终于有了一些自己的事情。 除了打仗,许诗友撩妹也很有一套。 在军校当领导时,许诗友看到一个学员正给对象写情书,内容写了又滑掉,许诗友就很八卦地过去点评说, 小伙子,你这称谓用得不对,字迹也太潦草,显得你急躁。 说完他亲自帮这个学员写了一封,让秘书帮忙抄这记了出去。 没过多久,许诗友就吃到了这位学员的喜糖。 学会开车后,许诗友就迷上了这项运动,总是开着车爬山路去颠一下,找找当年骑在马背上的感觉。 在南京军区上任时,每次去视察时,战士们都会喊着让他给大家露一手,许诗友来者不拒,一定让大家大薄眼福。 有次去东海监队看到大家在运动,年以六十的许诗友把六十斤的雅铃一把举过头顶,脸不红心不跳,表情相当轻松,背后那个水冰都惊讶得合不拢嘴。 许诗友特别爱看武打片,而且还总是忍不住从专业角度点评。 有次看台湾武打片时,许诗友一会儿说,这个是花架子,一会儿批评演员下盘不稳,越看越起,说,要是遇到我,一脚就给他踹飞了。 能入许诗友法演的武打演员,全中国也没几个,比如对李小龙,许诗友就说,他的拳脚非常的运,很了不起,就是怪教肾自己很不习惯。 在成龙还没出名时,许诗友就称赞他说,虽然他加了很多杂耍动作,但他的路数很正宗。 在李连杰还小的时候,许诗友曾在现场看过他的表演,等电影《少林寺》大火后,许诗友看了一遍又一遍,不住的夸张,这个小青年基本功很扎实。 后来赶上中国武术热,各地经常办武术比赛,但许诗友却痛惜这些比赛只看动作没关,丢掉了实战,为此还给体委的领导打电话,让他帮忙管管。 除此之外,许诗友还很爱喝酒,而且动不动和别人斗酒,谁劝他不要瓶酒都不听。 后来是周总理亲自出门,面不改色地喝了三瓶白酒,才把许诗友给振住,从此改掉了瓶酒的旁边。 总理啊,这可真是天外有天,人外有人呢,我,我喝不过你总理,我是甘拜下风了,甘拜下风。 晚年身体不太好时,医生给许诗友下了借酒令,可许诗友又总犯酒瘾,忍不住和医生斗智斗勇。 有次在床底,医生惊讶地发现下面藏了一瓶白酒,而且已经喝掉了半瓶。 许诗友被抓到后还不好意思地笑着说,嘿嘿,我实在是嘴馋。 但嘴馋归嘴馋,到了后同志们分享的时候,他却从不藏私。 在家里,他用工资买的酒都贴了一个私酒的标签,单位招待的酒就写着供酒,招待客人喝了私酒,他总说算了,但要是不小心喝了供酒,第二天他就会掏钱补上。 队越反击战士,很多突击队员想临行前尝一口茅台的滋味,许诗友就把珍藏全部搬出来,给每位战士倒上一杯,大吼一声干吊壮心酒。 1985年10月,许诗友将军逝世,他给家人留下的遗产不过是几双草鞋, 几把从日本林那里缴获的钢刀。以往,许诗友从不搞特殊,连他自己女儿跟他秘书说话急了点,他都会训斥女儿,你没有权利这么说话。 但在临去世前,许诗友终于破了个例,因为战士凡文,许诗友没有好好陪过自己的母亲,为此他特别恳求总统,希望自己死后不要火葬,和母亲葬在一起,生前为国尽忠,死后给母亲尽孝。 他的墓碑上没有半句碑文,没有他辉煌战绩的记载,只有七个简简单单的大字,许是有同志之墓。 每年,许多人都会带着将军最爱的茅台酒品来看望他,在他的墓前,酒品已经堆了一层又一层。 将军,山河无恙,干了这杯酒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